今年在香港,截至昨天,一共錄得34宗的類鼻追個案 8月後,在深水埗區的個案,一共有20宗 我們認為在這區內,是有群組聚集個案的情況出現 在我們初步的流行病學調查上,是找不到這20名病人有任何很共通的事情 在我們做的大規模環境樣本調查中 一共發現有38個樣本是陽性 包括有兩個是在患者家裡的跟水相關的樣本陽性 有32個是跟配水庫的泥土樣本有關的陽性 以及有4個在地盤的樣本陽性 在這32個在配水庫陽性的樣本當中 有6個在細菌培植都是找到這類菌的 這6個樣本,我們有4個已經完成了全基因分析 發現這4個泥土樣本和現時在深水埗區這個群組個案 病人的全基因是非常相似的 我們認為可能也是有關聯 但至於感染途徑或者傳播的方法是怎樣的呢? 仍然是有待調查的 雖然我們懷疑配水庫上的泥土應該是感染到病人 但他如何感染到呢? 是經過什麼途徑? 是否經過水呢? 其實我們不知道到這個階段 但我們只知道一件事 就是泥土真的有問題 不是水有問題 我們基本上現在都找不到 但是我們也留意到另外一件事 在那個泥水庫裡面 是一個高危因素 就是泥水庫有20個圍著它 是放了一些氣格在那裡 一些通氣 去令到那個空氣壓力 裡面的泥水庫裡面和外面平衡 當泥水庫裡面的水一直降的時候 外面的空氣會進入水庫裡面 有一個可能性就是 我們暫時沒有辦法證實 就是當你打風下雨的時候 那些泥水裡面的泥鼻嘴把蝕菌 經過那些通風口 進入水庫裡面 另外就是 因為隨著全球氣溫上升 你知道那些水管好 配水庫裡面的溫度也一直在增加 水裡面的剩餘油泥含陸量就會降低 既然我們要減低高危因素 我們一定要叫所有居民 早上起床 頭過一分鐘的水不要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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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